好,现在我们开始的事情是这样 我们刚刚做过了一个简单的账号连线 你要注意是 你从你的账号连到远端账号 是个账号对账号的连线 可是这种账号连线 除了登入进入对方的账号之外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副作用 它是把指令送到远端主机账号去执行 你可以在原来的连线的后面 加上一个DoubleCore 双引号 双引号里面把你需要执行的指令 用分号分隔 也就是分号分隔指令时 指令跟指令本身的差异不大 也就是说指令跟指令本身不需要任何的关系 这里有个双引号 这里有个双引号 指令1指令2 SecureShell Jack小老鼠server6.example.com 然后DoubleCore双引号 LS分号ID 像这样的过程 我现在分两个状况给你看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 我刚刚把它的IP位置改了一下 我希望用root的身份执行指令 叫做ID 分号Date 这个时候它给我的结果 你看 它的结果是UID是0 GID是0 群组是0 这是首先先执行ID的结果 这边 同时后半部执行Date Date的结果在这边 你看到我们指令执行有所谓的Standard Output 跟Standard Arrow 你现在所看到的 就是远端主机的Standard Output 送出来的状况 这是它的Output送出来 所以我们这样写的话 它的好处是 我不需要登入对方主机 它的Output就会直接送回来给我 你刚刚看到的是个金钥验证 不需要打密码的情形 我现在换人 我换成爱丽丝小老鼠 这个时候我就必须要先写入 爱丽丝的密码 然后才能看到爱丽丝执行 同样这两个指令的结果 你看到是爱丽丝的身份 跟爱丽丝现在身上的时间日期 这个把指令送到远端主机 帐号上去执行 那你就要注意 你送过去的帐号身份是什么 它执行的指令的结果 会丢回来给你 第二个跟Secure Show有关的一个过程 叫做S-Copy 你可以叫它Secure Copy 安全的复制 也就是使用者验证过程中 是加密的 同时档案传输过程中 也是加密的 现在如果我眼前有一个档案叫做XYZ.TST 我想要把它call到某台电脑上面的某个账号 而这个复制的过程是把本地的档案 复制到远端主机帐号的加密录 当我们这样写一个冒号 它就叫做只有加密录 就直接是在指定的这个使用者的加密录上 第二 第二就是S-Copy S-Copy 把这个档案call到指定用户的SRV目录上 而这个指定用户的SRV目录 在从什么地方开始算 就从冒号后面写个斜线跟目录开始算 可是这条指定会不会成功 所以要提醒你注意权限的问题 请问我如果用Mac这个账号 是否可以写入跟目录底下的SRV目录上 看来不行 看到没 所以SRV目录本来就只有root可以写入 所以你如果这样写 这条指定执行是结果是失败的 它会要你先写Mac的密码 密码写进去之后 发现写不进去 因为你用Mac的身份是无法写入这个目录的 这件事 你在操作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 你要注意你在主机彼此之间 把档案扣来扣去的时候 你还是要对账号跟权限上面做一些调整 scopy 我把远端主机 假设远端主机 这是远端主机另外一台电脑 我是root 我就是用root的身份去server6的example.com server6的这台电脑的SRV目录里 把XYZ这个档案扣过来 这是远端主机的目录跟档案扣到哪里 扣到我这里的OPT目录 所以刚刚给你看的是 把本地的档案扣到远端的主机上 这里你看到的是 把远端主机的档案扣到我本地的目录上 接着这地方 scopy 我把远端主机的Mac账号 加目录 这里没有斜线 没有斜线就告诉你 它是个加目录 没有斜线 就是个加目录 mac.txt 也就是Mac账号的mac.txt mac加目录里面的mac.txt 这个档案扣过来 到我这里的OPT目录下 所以这边包含了 把档案扣回去 把档案扣回来 这里就简单了 你看现在我在Server1这台电脑上 有个账号叫做MIC 而这个MIC账号用它的身份 CopyMac Server6里面的mac.txt 一个点一个点叫做 就在我的加目录 所以它需要输入mac 在Server6上面的密码 把mac加目录里面的mac.txt call到自己的眼前 所以在这里 我们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我们这边刚好可以做一个范例 我现在在我的管理员目录里面 有一个档案叫做to-do list 我把这个档案call到远端账号 也就是远端账号管理员的家里 现在我看到管理员的家里面 并没有这个东西 也就是远端 这台电脑管理员家里面有这个东西 我用scopy 档案叫做to-do list call过去给谁 过去给远端主机 远端主机是192.168.0.250 我什么都没写 我直接打个冒号 不能不写冒号 写了冒号 现在我的意思是 我把这个档案call到远端主机 root账号的家目录中 我就call过去了 这是一个精要验证的例子 在两台主机的管理员彼此之间 常常需要互相管理的时候 如果不需要打密码 这个动作变得非常的方便 你看这个时候就出来了 to-do list 相对的 如果现在我换一个身份 我把它call到爱丽丝账号的家里面 这样 我就必须要对爱丽丝 写爱丽丝的密码 所以我们稍后会跟你介绍到 我们需要写密码的这个过程 跟把它改成用精要验证 不需要写密码的过程 我密码写完档案call过去 我怎么验证呢 su-爱丽丝 我把我的身份换成爱丽丝 在我的家里就有一个to-do list 可以吗 所以相对的 我在这里如果把它call过去 我写这样 写线SRV 这样是会成功还是失败 你看 SCOPY把我眼前这个to-do list 用爱丽丝的身份call到远端主机 将要写入SRV目录 他先跟我要身份验证 PASSWORD 过去以后他跟我说 写入的权限被拒绝 因为爱丽丝没有办法写入远端主机的SRV目录 我先退出Ctrl-D 然后用管理人的身份去到SRV 看到 SRV目录里面是空的 SRV目录里面是空的 那怎么办呢 我call过去 这个时候我把爱丽丝这个人 跟账号去掉 意思就是用ROOT的身份call到SRV目录里 在这个时候档案就过去了 现在反过来 如果我想要去到远端主机 把这个档案抓回来 这个档案太多了 我换个地方 我去到我的实体机的OPT 现在我的OPT这里 这个8168的模组的原始码 我要把它call过去给人家 然后怎么call scopy R8168 00.tar.b2 这是8168 driver的原始码 我要call到192.168.0.255 斜线 别忘了 有斜线SRV call过去 在我这边 就多了一个原始码 这档案就call过去了 相对的我现在要把这个档案call回来 档案在人家的SRV目录里面的to do list 所以我是这样写的 scopy 原端主机192.168.0.255 的SRV 上面的to do list LIST call在哪里 就这里 回来 点这里 call回来 在我眼前 to do list 就回来了 所以这个互相call来扣去这件事 难道就只能call一个档案吗 它如果有一整个目录要call 像这个地方 有一整个目录要call怎么办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main main.scp 你看哦 如果你要连一整个目录全部都call 你可以参考R Recursively copy entire directory 小R不是大R 所以你要记得是小R know that the scp follows symbolic link encountered in the tree traversal 在目录里面 如果有软连结 它就会直接拉过去call 它会递回的复制一整个目录 所以如果你要把一整个目录送过去 你加的是小R 比如说我现在call的是这个目录 我说scopy dash r8116800的目录 call到哪里 call到192.168.0.250 冒号斜线SRV 目录底下 你看目录里面所有的档案 就一并的被call过去 档案就在这里出现了 所以这个scopy的指令 你还可以顺便学一下 如果你需要call的是一整个目录 包含目录结构都丢过去 接着 我们谈到的这件事叫做SFTP 所谓的SFTP 在copy档案之外 你有可能不只是只需要copy它 你可能需要管理它 管理FTP这件事 如果以纯粹的FTP来说 谈到的是上传或下载 所以谈到传输档案 把档案传过去 把档案抓回来 这第一件事 或档案管理 档案管理包含了什么 建立目录 删除档案 调整权限 change mode 或如果你是管理员 你就有调整档案 或目录身份的可能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看到 SFTP这个指令 用Mac的身份进入远端主机 当你这样进去之后 你得到的是Mac的加目录 你用Mac的身份 在自己使用者的加目录上 进行档案的管理 但你只能管 你自己家里面的档案 相对 如果我是root 我用SFTP进入远端主机的root 这个时候 我就可以用对方root的身份 为所欲为做任何的事情 可是问题是 这样的设定或操作的过程 真的有其必要吗 SFTP不是拿来给你这样用的 所以我们这样写SFTP 192.168.0.250 我这样进去 确实到了人家的家目录 看到人家家里面的档案 我可以用RM删除 ToDoList 我可以删除它 你看档案可以备有删除 可是我们实际使用这个 并不是这样用的 也就是我们不是这样想的 我们要能够管理 远端主机的档案 最常做的做法 就像在这里 我们直接写SFTP 连线的对象是 192.168.0.250 你看到 当我进去之后 我可以直接用图形界面 做所有的事 这就是你要先练习的东西